好,那我现在先 只要请同学 你们先把电子书的 先转到 我们先写它快转到这里 因为等一下我的那个第一大题 我们的这礼拜那个作业的第一大题 的第一题 就是在谈这个 OK,就是这个变异数的平方差总和 就是Sum2 我们从这里来认识这个变异数分析 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们现在先请同学 电子书跟这个第一个作业先打开 就是那个独立样本的 变异数分析 这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 这个题目我这里不会录影到 那我没关系 这个题 这里我们 这里我的这个现在录影的这个GEMOVI画面上面 我都有具体的这个解释 那首先因为第一题 其实跟这个这里开始 从上次批减定开始 我的作业都会有个规律 就是会是先请大家了解 每一种统计方法的线性回归模式 是长什么样子 OK 那其实你们可以从 因为我有留我给大家的这个示范档案里面的选单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只是说有时候 我有的统计方法需要有特别是像这个变异数分析 就需要有进一步的解释 因为特别是这个独立样本的这个部分 你们可以看可以看到 本来的资料是不是只有 从这个ID到这个Mood again 那这个 对 我要再说明一下 这个资料是假设是一个忧郁症 根据电子书的说明 它是一个测试忧郁症疗效的 这个效果 一个新药的效果 新药的效果 好 那 那这里主要是 就是这个是忧郁症病人 那福的药 主要是有这三种 这个是 这个什么 Joy Zenpan是 药测试的新药 然后这个 Axon Free是 已经上市的药 就是跟就是要来那个 看看这个就是说 算是一个旧的药 然后安慰剂 就是说是没有什么效果 也对病人也不会有什么 健康危害的那种药物 那 那么要有这三组来去比较 看看就是说 这个新药 有没有比这个旧药跟安慰剂 来的真的有效 OK 他的实验就是这样 OK 所以 那 那个 在原来的这个档案里面 他只有前面这四栏 这个一变相就是这个 Mood again 就是说 这个是 就是说是 吃了药的 病人 他 他后来的 就是说 吃药前跟吃药后的 这个情绪改善的分数 我们先大致就知道这样就好了 那个到底怎么测误 先不深究 好 那 然后中间那个 Syrope 我先稍微 稍微先提前讲一下 这个是下一次的多因子 变异数分析 听名字就是它是两个 独变相的实验 分析 下一次我们才会再看到 好 那么主要是 我在 用这个回归式 跑这个独立样本 变异数分析的时候 我是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 从这个选单中 就是看到 我不是只有丢那个 DRAG 就是那个 那些药名的那一栏 还有丢两个供变相 叫做什么 DUMI-B跟DUMI-C 对不对 好 这个这两个叫做虚拟变相 那这个虚拟变相的定义 好 你们可以看一下资料 我们可以看一下 资料转换的变数 好 它是根据DRAG 就是这个药名的这一栏 去做一个 资料转换 那它其实 其实应该是叫做编码转换 你们有注意到这个 DUMI-B 好 第一个 这个DUMI-B 它主要就是说 只要是那个 药是旧药的 它都把它编码为E 其他都是 其他两种药都编为E 然后DUMI-C 是新药的话编码为E 其他编为E 好 那所以说 这里虽然我有丢Factor进去 它是要搭配这个Factor 才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回归式 好 那这个回归式是长这样子 好 然后你们会觉得奇怪这个Drug到哪里 所以它其实是把它把它的拮据加了这两个虚拟变向 一个功用是把原来的这个Factor 变成一个就是标准化的拮据 就是只有1就是它的单它的数值只有1的拮据 这是虚拟变数的功用 虚拟变向 特别是用在这种有证交设计 所谓的证交设计就是说 就是说每一个个案它会拿到什么药 都是独立且随机的 这是所有的实验设计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任何人任何参与实验的对象 它会遇到什么样的处置或者是条件 都是独立 且随机 独立就是说 像这个5号它拿到旧药 跟8号拿到新药 是随机给的 并且他们彼此都不知道 甚至最严格的就是说 连开药的这个医生啊 都不知道他们开给这个个案的是什么样 就是所谓的保持这个资料之间的独立性 那这里刚好透过这个anova可以让各位看到 这是我们可以见识到一个最简单的多元回归线性模式 前面我只有讲简单回归 是因为那个讲多元回归我觉得会太复杂 但是在anova可以先到这个独立样本anova可以正式介绍给你们一个比较简单的多元环 因为它的那个值大家都看到的就是1或是0 等于说它有两个回归系数 然后跟一个1的结局 那我们可以透过 如果说你可以透过这个 我忘了给你们的示范表有没有勾起来 你们可以把这个把这个选单下面的就是输出的这两个 这个一个是图一个是表 把它给勾起来 然后在这个图这边 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图就是画出这三组 每一组个案的这个 它的那个情绪改善状况的这个组平均 还有这个是信赖区间 这个线就是信赖区间 90% 因为是在这边做设定 那你们可以想象 那刚刚我一开始写在上面的那个回归式呢 它是一个通过 这边这个mood again 是1 有没有看到是一个1的 通过这个1的这个水平线 那它是由这三个组的组平均 构成的一个水平的回归线 如果今天是用那个R或Python的话 我是可以直接画出来 不过如果是用套装软体 就只能请同学加一点想象 你就想象那条回归 在这个mood again 给1这个点 有一条水平的回归线 会刚好就是贯穿这三个组平均之间 那这一条 截距是1的水平线 是由这三个组平均构成的 大家都知道那个 其实就是回归 就是回归式 只要至少有两个资料点 就可以画一条线 那这个 那当然这三个点就也是可以 那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补充 对不起 那个我要更正一下 是说那条水平线是 是那个通过是0.883 因为这总平均 是总平均是0.883 我刚刚那个讲太快讲错了 因为给他一个1是 是那个设定的问题 是设定的关系 或者是我应该把那个前面 前面这边 我应该要稍微那个改一下 这边应该是0.883 因为早上处理的事情太多 刚刚想的有点没有去想好 所以应该放的就是 截距是0.883 就是这个资料 这18个受试者的 部分组的总平均 0.883 然后加上两个Dumi Code 两个虚拟病虚拟毒变相 然后就构成了 然后每一组的 然后如果说要更详细的话 其实等一下我们看到 其实每一组大家都知道 这每一组都至少有 都是有6个 都是有6个病人 你们可以看资料表 都知道每一组都是有6个人 所以其实每一组之间 也都有一条水平的回归线 就是通过各组平均 那么上次不是有解释了自由度吗 那这里可以再借这个例子 再强调一次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F值 就是Anova里面的统计值是F 那F分数其实 其实我们在前面 第七单一人在介绍 几率分配函数的时候 已经有提过 F分布有两个自由 有两个参数 到统计 实际的状况来说 那个参数就是两个自由度 那第一个自由度指的 就是说 以三个组平均 以这个状况来说 三个组平均去估计 整个实验的总平均 总平均就是这三个组平均的 点估计 所以依照我们上次对 就是大家可以再去看 可以再去看上一次的录影 就是上一次有提到 那个自由度 就是说去计算 有多少不受限制的变数个数 那这里总共有三个变数 在这个状况下有三个变数 那其中有两 如果我要决定这个总平均的话 有两个 只能有两个不受限制 所以它的自由度是三减一等于二 这是顺道啦 做一个补充 这算是那个 这个作业主题的第一题 这里还OK吗 这是说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线性回归模式 还好这里还来的还好 那个这边也特别说明也稍微再更正了一下 这边的回归式 这拮据应该是0.883 那个因为我是在准备的时候 有跟原始的教材有稍微有互相受到影响 正确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好那这边也可以 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 它有两个 它的那个回归式 正是为的是两个 而不是三个 这显示出那个 它的那个 F值的第一个自由度是2 所以你们可以 这也可以说 如果说你今天的这个实验是变成测试四个 是比较四种药物的话 就是说有 这里如果说再多加了一个药物的话 那就是四 那就要比较四种的这个处置 那就变成是还要再多一个 那个虚拟变数 因此自由度就会再变成是四 变成是四几 好 其实透过这个讲回归式 大家有没有也觉得对实验设计有些观念 其实实验设计就是说 以这个回归线性模型的观点来说 就是要将这个 我们就是要找到一个 可以符合这个回归式的比较方法 那这个 那如果能够今天有条件做到的话 那就可以设计并且执行出一个 让这个测量的变相 有的差异有意义的实验 OK你们可以就是对照 就是 就写下这个注解 然后对照一下 我对这个示范表的改造 那这种方法也同样可以用在各式各样的 你如果说今天你要分析一个 是符合这个 一因子独立样本的这个实验设计的话 也可以这样子来做分析 也可以这样子来做分析 感谢观看